Dunkanist J Controll 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講一個 專門拿來打遺物防禦的配置 那有些人會想說 我遺物防禦不就平常那樣打 不就拿小丑子 不就拿電燃電之類的 那為什麼還有一個專門拿來打遺物的配置呢?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呃...我們如果拿地圖砲直接炸的話 很長啊 就是會不小心炸過頭嘛 然後我們就沒有拿到反應物 沒辦法拿滿 我們的遺物就打不開這樣子 那基本上這個配置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那個問題 因為它打的比較慢一點點 然後它又能夠起到一個地圖砲的作用 那這一個配置呢 是我之前在線下的時候啊 就是跟羚羊在那邊無聊亂玩 然後意外發現到的喔 那我們發現的起源地呢 是因為我們在刷這個花媽P的前寄物啊 也就是我們在打I.O啊 木星點I.O的時候意外發現到 那我自己就又在稍微改造啊 然後跟啊...就是稍微的去測試一下 然後發現到 欸它其實可以打那個... 那個...50等以下的那個... 防禦的任務 也就是說基本上我的那個... 那個什麼... 防禦的遺物都是能夠拿這一套配置去打的 然後是可以慢慢的打慢慢的墊 然後它就能夠自己就是把遺物給開起來這樣子 好!那麼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這一套配置要用什麼東西 那首先我會建議大家 把我們的4技能啦 其實2技能3技能都可以啦 反正每一個技能不要把1技能改掉就好了 把我們的2、3、4技能其中一個改成我們的戰吼 那為什麼改成戰吼呢? 主要的原因是要幫我們的花媽增傷 那我們的花媽呢 主要的地圖號來源是什麼? 欸沒錯你沒有想錯 就是我們最常容易忽略的電花 因為呢在那個打木星IO的時候 就是意外發現到電花呢 它雖然上面沒有血 但其實它是會依照你的強度 去讓它的電屬性傷害增強的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利用電花來打怪 來當一個地圖砲的作用 那再加上我們的戰吼去增加它的強度啊 它的電花傷害就會更高這樣子 好!那麼配置的話大概上就是把我們的強度範圍給拉完 那基本上我會建議大家光環可以放斧石投射 因為護甲基本上還是一個很難搞的東西 然後特殊光潮可以放一個融合儲能池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一次放3朵花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直接地圖砲開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保護一下防禦目標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加速的作用在身上 可以到處撈撈蛇這樣子 那貓這邊會建議大家放上我們的盲怒啊 順時建議啊暗影巨金會神啊 還有我們的預言神秘 4張強度去拉它的技能強度 然後放上了我們的延伸跟過度延展 那這邊會建議大家要放執政官延伸 主要是因為這樣子我們才可以達成一個湧動機喔 那這邊就是放一個執政官延伸跟過度延展 去拉高我們的技能範圍 那這邊會建議大家放上一個簡化喔 為什麼要放簡化?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放上簡化 我們才可以依照這個配置一進場 我們的150能量 直接放一個儲能池 融合儲能池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戰吼 因為我們戰吼要消耗93.75的能量 那融合儲能池31.25 它要搭配我們的集團卡放兩次 那大概就是31.25 那大概我們的能量是156 那我們這150 基本上我們只要稍微放下去 然後電到一下怪 稍微回到一點能量 我們就可以馬上放戰吼 我們就是可以直接開始電了 直接開始用一個地圖炮的作用在 那這邊會建議大家放一個持久力 去拉它的持續時間 讓我們戰吼可以維持久一點喔 那為什麼要放持久力 拉它的持續時間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搭配我們執政官衍生 去達成一個 湧動機的效果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負能 我會建議大家放上我們的 蜕變效率跟蜕變活力 為什麼是蜕變效率跟蜕變活力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低等圖 基本上護盾都可以常駐 所以我們蜕變效率可以拿到 36%的技能持續時間 那麼再來是蜕變活力 我們只要放一次電花 有加到強度就好了 那戰吼的話 能加那就加吧 那基本上我還是會用啦 還是會加啦 那有加了蜕變效率跟蜕變活力的話 我們的戰吼的時間 它就會來到大概有50秒的持續時間 那50秒持續時間 我們每秒回2點能量 我們基本上就是戰吼放一次嘛 我們就可以回100點能量 那我們消耗一次戰吼只要花93點能量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達到一個 永動機的效果 好 那麼這邊的話我會建議大家 盡量可以啦 就是把我們的這個紅寶石 全部給塞滿 然後帶上我們的M磚 去拿M磚的這個加強度的效果 這個彈射強度 再次提高它的技能強度 好 好 那這邊的話我會建議大家喔 欸就是 我們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進場 我們就是直接放電話啦 那我這邊先放電話 我要放在這邊 那我這邊先叫一個 50等的怪 就是普通的怪 因為我自己看的話 那個遺物的防禦啊 遺物的任務差不多50等 就已經是蠻高等 基本上後季終季都已經可以刷了了這樣子 那我們先放一些50等的怪 那我這邊是挑了一些G族跟C族的怪啦 好那這邊呢 呃 我們就是吃個電話 然後吼個犀牛吼 然後大家看 我基本上就可以開始電了 然後大家看它是電得了的 是有傷害的 那有些人會想說 欸這樣子電好慢喔 我不知道等它等個民國幾年 不知道要等多久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它的花媽 欸這個電花 它其實有一個限制 叫做每個 嗯 那個什麼 正當塵埃它目標只有5個 這個5個是沒辦法改變的 不過欸 雖然說我們單一個體沒辦法改變 大家會看這樣電得很慢嘛 不過呢 我們只要 然後召喚我們的好朋友 欸就是我們的隊友 或者是大家看我上面這個 呃 死亡魔方 它一樣能夠吃到電花 也就是說 死亡魔方加我 它其實是兩朵電花 兩朵電花 它其實是能夠也是打10個目標 那我們只要在這附近 欸再放上我們的魅影 可能我們放個滾子魅影 然後再放上我們的擊沖者魅影 然後再放上我們的擊沖者魅影 然後我可能在哪邊還是什麼地方再放個啊 好吧算了就放兩隻好了 那這樣子大家等一下看喔 我的電的傷害它就會變成雙倍 那我這邊要先證明給大家看一下 它為什麼 它是就是可以雙倍的原因 那我先放一下 那我這一個距離 我是電不到怪的 大家會看到 我這邊是沒有跳樓的數字傷害的 可是因為這兩個魅影 它有吃到我的電花 所以大家會看怪身上 有沒有看到 怪一樣會損血 那我再加上去我自己個人 然後開大招 然後大家會看到 雖然我這邊跳的傷害只有這樣子 可是它已經是20個目標 20個目標再墊了 那20個目標 20個目標它不一定是分散的 它可能是同一隻怪 被連續墊到 所以大家會看到 基本上這個輕怪效率 就整個拉起來了 也就是說 我們在打高等圖的時候 我們只要多放個魅影 那如果沒有魅影的話 我們可以放一個好選擇 叫做我們的卡爾 一次卡爾叫一個 就可以有三個魅影 那基本上我們的電花呢 M一樣會跑到他身上 那他身上就一堆電花了 而且卡爾還有個好處 有泡泡的話他會幫你情理這樣子 好 那麼基本上這一套配置就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來去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實在效果究竟是如何啦 好啦 那麼現在來到我們的虛空防禦 因為說真的 玩熊是還等太久 他都沒有虛空防禦的衣物可以打 所以我就乾脆拿一個普通的來打 那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虛空防禦啊 他有G族跟C族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這邊前面講廢話講了20秒啊 這個可以稍微記一下 那我們進場的話就是直接M磚衝兩下 然後放個技能 然後放我們的電花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開始佈陣了 開始佈置我們的魅影啊 然後開大招啊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魅影丟完了再開大招啦 好 那丟完魅影之後呢 其實讓他亂跑也是可以啦 讓他亂跑的話他就會帶電花到處跑嘛 啊沒有讓他亂跑的話 則是可以讓我們防守的更穩定這樣子 因為有那個 呃... C族炮兵在的時候他可以幫我們防守這樣子 那我是會建議 最好還是能夠讓他就是 不要亂跑讓他留在身邊 因為留在身邊的話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的電花能夠比較集中 那也就是說怪基本上就是會死的比較快 那大家看我基本上沒幹什麼事 我就是吼個犀牛吼 然後甚至魅影還沒出來 我就吼心吼吼了 然後怪... 欸對就這樣就打完了 他這樣就一波就過了 那基本上這個... 我會放魅影主要是因為沒朋友啦 那如果有朋友的話 甚至可能連魅影都不用放 因為一個人加上一個寵物 每個人都是有兩朵電花 四個人就是會有八朵電花 那基本上八朵電花的話 就已經很夠力了 已經很給力讓我們能夠 去打這個... 呃... 中繼的遺物啊 中繼的防禦遺物啊之類的 那大家會看這個效率 基本上... 算是一個中等的效率啊 他打得很快 可是他並沒有把怪直接... 封死在出生點 也就是說... 我們的怪他是有足夠的時間去墮落化 然後去掉反應物的喔 那基本上我們這一套玩法 只要... 你... 心血來潮出去外面晃一晃 剪個反應物 然後... 再回來 然後站在這邊發呆 發呆個五波 可能你發呆個四波五波吧 然後你再出去這樣子就好 那大家看... 基本上他一波一分鐘啊 也是說很快啦 基本上也是跟... 小丑有一點... 類似 但是就是慢一點 他不會到... 把怪給封殺在出生點 但是他又能夠做到一個... 就是地圖砲的作用 那我自己試過 欸這個知道配置 的確真的能夠拿來開遺物 那就... 意外的驚喜 就想說推薦給大家看 那如果實在覺得傷害不夠的話 四個人的時候 可能你就一個人在丟兩隻魅影 然後在丟卡爾 然後你的電話就會... 16 17 18 19個電話 19個電話的傷害... 疊加起來也是很可觀的 算是... 不要小喬電話 因為我以前... 雖然我以前... 還是多少隱約有察覺到啦 但是說... 呃... 當初我就是把他當成一個... 異礦用... 欸我... 我要讓他停止 你...你別跑了... 你別跑了... 你別跑了... 啊算了他跑出去了 我原本想要停止 就不然按到這一個 不過沒差啦 大家可以看到那隻怪 他快被電死了喔 他要被電死了 等一下... 吼一下 大家看... 這個電話傷害其實也是很痛的 我...我...我真的就什麼事都沒幹 我就是...開個... 新牛吼 那有卓越者的話 他一樣是電的死 可是... 如果你嫌他太慢的話 可以考慮自己動手去打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邊有卓越者 他還沒進入範圍 他進入了 然後他是會慢慢的被電 把他拋到被...被卡爾打掉 大家看喔 他是可以電的死的 大家看... 卓越者他一樣是能電的死的 所以說不要太擔心說 這個配置卓越者電不死 他一樣電的死 但是需要一段時間 那... 這段時間的話 你如果真的嫌太慢的話 你就自己動手看吧 那我自己是... 覺得... 還好啦 可能... 如果你只是實播實播 進實播出 卓越者不會到太多 那個時候 其實你就... 也不需要特別去打 你就站在原地 然後看他們被電花電 那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他是卡爾打的 其實... 你...如果去看外面這些 就是卡爾沒在打的 這邊其實就一直沒有被卡爾打 他其實真的是電花電的 這個...真的不是卡爾打 這個真的是電花電的 我是要講的是說 外面有一大堆怪阿 基本上都是能夠死 就是卡爾沒打到的 他也是能夠被電死 這樣子 那所以他的確真的是電花 那你越多人 越多好朋友阿 那你的電花就會越通 那卓越者他是電的死 只是說需要一段時間 你看看就看個人啦 要不要去看戲阿 還是說你要直接上手打他 好那這邊我就直接上手打他吧 好那這樣子差不多一波就結束了啦 那他的效率的話 基本上也是蠻快的啦 就是...很快 但是又不會像小丑一樣 直接把他封殺在出生點 五分鐘就可以打完一波了 基本上算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地圖炮的配置了 這樣子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下來看你的小鈴鐺 這樣子我有什麼新的影片 他才會第一個直接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小看的無分的武器阿 或讚假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去告訴我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就會把他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裡面這樣子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 掰掰